诗歌像花朵,让我们的世界充满芳香。 诗歌像音符,带给我们美妙的旋律。 大家好,我是启丝公主,欢迎来到金宝诗教。 小朋友们,我们踮起脚尖是不是可以看得更远呢? 有一首古诗告诉我们,要想看得远,就需要站得高。 那小朋友们,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,这首唐代大诗人王之焕写的《灯灌雀楼》。 王之焕晶晶赶考,走到山西的灌雀楼,就爬上去看风景。 看到夕阳,一帮着西山慢慢沉没,滔滔黄河朝着东海,凶有奔流。 站在楼上的王之焕,感觉眼前的视线非常开阔。 一是,他就写下了这首《灯灌雀楼》。 白日依山静,黄河入海流。 一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。 小朋友们,接下来跟着启丝公主唱起来吧。 白日依山静,黄河入海流。 一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。 白日依山静,黄河入海流。 一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。 白日依山静,黄河入海流。 白日呢,就是指太阳。 那可能有小朋友们会问了,为什么太阳是白色的呢? 因为啊,在当时有白色的云或者是雾气。 在太阳的周围看过去的时候呢,太阳就变成白色的了。 太阳呢,依靠着西山慢慢的落下,黄河也汹涌的朝着东海奔流而去。 诗人为什么能够看到这么多呢? 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。 诗人啊,在这里就是想告诉我们,想要看到更多的风景,那就要登上更高的一层楼。 小朋友们,你们学会这首诗了吗? 那接下来呢,就让我们一起朗诵诗歌吧。 小朋友们,在朗诵诗歌之前呢,我们要做到朗诵三步。 第一步呢,就是力证站好,双手放在身后。 第二步呢,是目光指示前方,保持自然,还要集中注意力。 那第三步啊,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了。 在朗诵诗歌的时候呢,要放开声音,语言呢,要有力量,把我们的感情啊,都迸发出来吧。 灯灌雀楼,堂黄之换。 白日一山尽,黄河入海流。 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。 白日一山尽,黄河入海流。 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。 白日一山尽,黄河入海流。 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。 小朋友们,这首《灯灌雀楼》,你们学会了吗? 记得呀,如果想要看得远,就需要站得高。 如果想要记牢这首诗,那就要多多练习。 好了,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 3 2 2 2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